这里已经入夜了 但是当地球迷是非常热情啊 或许你们已经猜到了 今天还是苏东和王涛 陪大家一起来看比赛 有一场小组赛的争夺将在这里进行 对阵双方分别是中国女足和法国女足 这两支球队小组节目战都拿到了开门红 今天就要来比一比到底谁更红了 进球机会来了 精彩的扑就啊 这么近的距离他也能扑出来 太不可思议了 他在边路几乎被放空了 方式队员把球破坏出了底线 进攻方获得一次绞球的机会 球还在比较危险的位置 双方还在继续争夺 王珊珊 直接打门 这脚射门把球直接送进了门家手中 双妹子王上拿球 边才举齐了 这球越位了不算 看起来真的就刚刚好 过线一点点 太可惜了 桑迪·巴尔迪摩 如如如无人之境 这球脱脱的 门将做出了扑就 哎 这球还是进了 门将这第一下扑就已经很精彩了 就补射无能为力啊 这个球仿佛倒出了一个无比精彩的扑就 但球最终却还是进了 而你对此却又无能为力 将军被打破 目前比分一比零 张瑞 王珊珊 边路有空间 有机会拉回同一起跑线 这次结尾很精彩也很及时 破坏了对手的一次绝佳的进球机会 双妹子往上拿球 抢断了 看看接下来怎么处理 能追回分叉吗 不扑中方将双方拉回了同一起跑线 他简直是信心十足 拿到球过掉跟防的队员 射门进球 动作行云流水 让人惊叹 目前双方是一比一打平 桑迪巴尔迪摩 在后场把球阐断 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反击的机会 球被对方抢走了 反击计划半弱夭折 桑迪巴尔迪摩 他们这个连续传球很有想法 这个球犯规了 他们获得了一个位置非常好的任意球 说不定对面还要拿到一张黄宝石卡 谈判直接给出了黄牌 好像犯规队员是无条件接受 黄牌没有问题 对 一脚横传掉向后点 看看队友能不能接到 球进了 他们又领先了 COME这次送出的边路传中效果极佳 让防守方非常难办 最后用一记投球把球送进了对方的大门 目前的比分是2比1 直接铲除边线了 接外球 他脚下技术非常纤熟 朝着对方球门继续推进 这叫传中被挡住了 传给了王珊珊 控球技术不错 成功带球突破了防守 他没有抓住这次机会 脸上写满了遗憾 如果进了 就能帮助球队把平比分 不过 足球比赛他没有如果呀 打力 攻防的有力球 裁判没有明少 他对对手的行动有一个很好的预判 第二分 卡斯卡里诺 铲球界为出了边线 边线球 他这次犯规最终还是吃了张黄牌 虽然只有一点点啊 但越位啊 就是越位 托莱地 这走神了吧 直接把球踢给了对手 他现在的眼里啊 只有球门 往双 这是个扳平的机会 没有问题 稳稳地将球打进 把比分扳平了 为什么我们说要尽快解围 把球踢出自己的禁区呢 这个球就是最好的反面教材 双方暂时打成2比2平 根据攻防有力啊 这个比赛继续进行 卡托托 这个球啊 推进到了前掌了 虽然是在进区外 但还是很危险 会有黄牌出现吗 谈判队才出示了黄牌啊 没错 方卫队员自己也清楚 这是个黄牌动作 这个球没有打门 而是调到了禁区里 是时候发起反击了 没反击成功 被对手断球了 玛丽卡托托 王珊珊 交给了王双 危机解除 这次拦截做得很成功 特莱蒂 桑迪巴尔迪摩 第二分 卡斯卡里诺 这脚射门 没能掏出门将的手掌 王珊珊 带球奔向球门 看看张瑞的处理 中国女足弄丢了球权 看看她们怎么利用这次反击的机会 脚下球丢了 这次反击戛然而止 上停补是两分钟 王珊珊 这是一次至关重要的抢断 裁判是以上半场比赛结束 观众朋友们 现在是本场比赛的下半时 双方目前还是平分秋色 防守队员阻挡了对方的一次进攻 他拖拖 有一个反击的机会 艾伦怀特 道尔菲娜 卡斯卡里诺 比较应声入网 这招打门没有给门将任何的机会啊 几乎可以说 这是理论意义上的死角啊 比分已经被改写成了三比二 马力卡托托 他这边很开阔 他们这个连续传球真的非常漂亮 但把球牢牢地控制在脚下 没有急于出球 球横传到了禁区 但是没有找到队友 被防守队员抢去了 还在上演长途奔袭 直接把球铲断了 网霜 一次成功的抢队 终结了对手的进攻 能不能抓住这个漏洞打扳机呢 好机会 哎呀 这下 又可能要吃红牌了 裁判是直接停止了红牌 这个球啊 应该没什么争议 是的 破坏了明显的得分机会 红牌是正确的判法 选择打门 他们错过了一个扩大领先优势的机会 机会出来的时候 他们并没有犹豫 可惜球没有打进 还在控球 周围有队友来接应了 接外球 要准备换人楼 看看老家会的处理 把球传到了进区 只可惜球被门将直接摘了下来 卡托托 这是玛丽卡托托 这个球 这个球他选择往中路切 现在就是看他个人的魅力了 这总该进了吧 他们不会轻易认输 哪怕只有十人应战 依然能把比分搬平 再来看一下他们的这次进攻 一次几乎完美的反击战 机会出来了 但是同时也要面对防守队员给他们的压力 这次他们应对得非常出色 把球打进了 比分又被搬平了 起起伏伏就跟坐过山车一样 争抢过程中 球出界了 界外球 对手的这次进攻 止步于他的这一脚铲球 这个直资队员已经心理神会了 这个球他都能打丢 不知道该说是运气不好 还是状态不好 没有问题 球被解围了 他们重新拿到了球权 托来地 成功带球突破防守 太棒了 球进了 太精彩了 这个球冲锋的说明了一件事情 有一个好的传球手 进攻难度就会大大降低 最后他们选择了推射 脚法控制的恰到好处 他们的替补齐兵 现在要登场了 就在大家以为要以平局收场的时候 终于有人站出来打破比分了 没错 这就很可能会决定比赛的胜负啊 漂亮的Tiki Taka 观众们看的是目不转睛啊 幸好挡着这一下 否则就不是现在这个比分了 脚球落点 再进去中间 看看张瑞的处理 球进了 这是一个乌龙球啊 这个乌龙球呢 就只能说他运气不好 好心办还是 本来想拦一下 结果拦进了自家大门 他现在看起来非常懊恼 可想而知 接下来的比赛 他心里得承受多大的压力啊 谁说不是呢 比分现在被改写成了 4比4 常规时间进入最后的15分钟 托莱蒂 这次攻门距离很近 但是门将做出了一次 堪称伟大的扑就啊 如果今天能够获胜 他毫无疑问要记头弓啊 绝对的 前点 这应该是看到了前点队友啊 站位不错 还有华阵抢回球拳 看上去确实完成得很容易 中场哨即将吹响 最后的绝杀机会 刚刚才说 这次进攻很有希望 没想到就被对手断走了 格拉斯 格尤罗 这是道尔芬 卡斯卡里诺 能把握这次机会吗 这样中门大开的球 说百发百中啊 都是谦虚的 对面送上大礼 门户大开 他当然不会客气了 是啊 空门的机会 怎么会轻易放过呢 就是啊 就在大家以为 要以平局收场的时候 终于有人站出来 打破比分了 没错 这就很可能会决定 比赛的胜负啊 目前这个局面 时间就是他们最大的敌人 没有多少进攻的机会了 这是一个反击的机会 这是道尔芬 卡斯卡里诺 还有五分钟啊 比赛就将进入商厅补石 他们这个连续传球真的非常漂亮 非常重要的一次抢断啊 马里卡托托 他还在继续向前盘带 这总该有了吧 精彩的扑就 提脉球了 提脚银球了 他可能会后悔这样的动作呀 格拉斯格尤罗 绝佳的反击机会 张欣 这场比赛进行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毫无疑问 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